小江总啊 我想死你了 总算是见到你了 怎么了 我们下期节目啊 订了四个赞助商 两个广告公司合作 这些啊 是合作调谎 那老爷子那边怎么说 老板 老板 没表态 小江总 你看微博了吗 还没呢 给你看 你看 我是没想到啊 这林陆霄和南初 现在是最火爆的 你说 我们要不要趁热打铁 找个人写几个桥段 再给他们渲染一下 然后直接成为热门化 行了 你就别出馊主意了 咱做的又不是练做 一点又不严肃 小江总 这个可是我们节目的爆点 什么是咱们节目的爆点 咱们节目爆点 是要突出 消防指寨员的艰辛 还要普及消防知识 播放量 只要是真实的 绝对没问题 先撤吧 撤不撤 小江总 你照顾好自己啊 那爆点啊这是 是 江总突然叫我吃饭 是有什么事吗 那个 不是咱们这个节目播出的 效果还不错呢 而且 这么长时间相处下来 我也觉得你挺好的 你别多想啊 就是以后想跟你长期合作 况且咱以前不是有点误会吗 那个往后就一笔够效了 以前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我也觉得咱们节目挺好的呀 我以后也会更加努力地 把节目做好 那你别客气了 先吃吧 我看咱们那个节目啊 弹幕都说 你跟那个林战长还挺配的 有没有想法组个货币啊 你千万别 那就是节目效果 又不是真的 再说了 我们又不是那种类型的节目 到这就差不多得了 我也觉得是 不然你那个男朋友林奇 他就该不高兴了 对吧 而且我也不想搞这些 咱们毕竟就是一个 消防人籍 林奇 他就是我好兄弟 我没有男朋友 那你单身呗 我也单身 你则我有什么标准吗 就是 帅的呀 还是暖的 还是 稍微有点才华 反正啊 不是你这样的 不是 我怎么了 你不能对我的印象太死板 这我不是个渣男 我对感情很认真的 我以前也没少吃爱情的苦 你别不信了呀 我信 小蒋总确实是好 不然也不会把节目 做得这么好呀 对不对 不过今天谢谢请我吃饭 这餐厅还挺好的 下次把大家都叫上吧 我请客 吃饭我请没问题 不过说真的 我就好奇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吧 它没有标准 全凭感觉 是 那你以前有过这种感觉吗 有过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英雄